《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好像糯米就不是那麼健康 是嗎 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繁生糯米的東西 種 糯米雞 糯米卷 以前的酒樓 現在可能有些都有的 白色的包 管著糯米然後切到長方形 我喜歡吃糯米的東西 我就喜歡吃了 真是很難麻煩 什麼生炒糯米飯 糯米卷樂室 生炒糯米飯 我現在玩得當 我有空介紹一下 到了那個時期 其實很少有人生炒 多數都是煮熟的 真是很少有 很難吃 不一定會吃蛇的 其實一到秋風 其實我喜歡吃糯米飯 所以是糯米的東西 我就喜歡吃了 那我想說 我的種 我要再說多次了 我的鹹種 我都覺得我贏了 證明網友說他吃我的果精種 好吃的那個半島家輪流 他是種王來的 那個 幾百元隻他也是這樣吃 幾十元隻 幾元隻他也是這樣吃 他已經讚好這樣 我都覺得我的鹹種沒什麼輸 但是那種贏度 就不夠我的甜種 那種鹹水種 贏得別人那麼離譜 真是好吃到很重要 我認為真的一定要試 我不喜歡吃鹹水種 我也不喜歡吃鹹水種 他不下糖也可以 真是好東西 好了 今天我們有兩件事 我們先講一下樓 不要講香港主義 我們講一下深圳 最近有一個串串房 什麼叫串串房呢 這個是火爆概念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叫串串 是不是很想串呢 這個房子 其實是講什麼呢 串串房呢 簡單來說 我一講 大家就明白了 化妝樓 深圳原來現在很流行這些 化妝樓 串串房 其實為什麼呢 有很多外省人來到深圳打糕 或者上班族 或者深圳人都好 年輕人想搬出來住 深圳樓價其實都很貴 其實比例比香港還貴 比收入比例的 所以他們要搬出來住 其實通常這些都是很小的 就像香港的劏房那樣 譬如我外府城中村黃岡 他有一個單位 五六百呎 他可以有臨本市駕三四間房 就像香港的劏房那樣 那些串串房 但是就會有裝修的 而且很簡潔的裝修 所以上面大陸 他們說 其實你怎麼看它的串串房呢 他說基本上 達到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新裝修 第二就是 屋裏面不是很通風 因為你選到這樣的東西 窗口有多少呢 第三就是很新的家具 如果有這樣的東西 世界上沒有那麼準的 就多數是這些串串房的 新的家具 不是很通風 是吧 還有這個 牆 地 也是新的 很討好 簡單的說 很討喜 就多數是串串房 串串房這個字 它成段文章就沒有怎麼說 但是呢 它跟我們香港化妝樓就很不同 這個呢 就是除了本身那些人對於消費者的良心之外 亦都是關係到那個社會本身的富裕度的 香港有沒有沒有良心的商人呢 大把 很多 沒什麼兩樣 但是我看見會發展到好像 這些深圳的串串房那樣的 那些串串房主要是什麼情況呢 其實就是發現了 有幾個個案 我就不足夠個案講的 就是發現了 那些人進去住 不是多久 可能是幾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月 最遲 就會有不舒服 發病 甚至乎有些難以呼吸的症候 為什麼呢 原來都是一個共同點 就是那些甲泉 嚴重超標 超標三 五 六 倍的 超標十倍 八 倍的 都大有 大不伐人 那就很離譜了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甲泉超標 為什麼呢 因為甲泉 我看回這裡 就是普遍用於這些廉串房裡面的 譬如 牆子 地板 就用廉串膠水 那些廉串膠水 說明是廉串 那些甲泉食品可能是很高的 去用 那些木器傢俬 你的傢俬有筍口 黏 或者 以後的力架 我不穿什麼 總而言之 就是不賤你 因為要貪便宜 好了 本來呢 這樣已經有嚴重了 那他化妝 當然要貪便宜 特別是 他們發覺 譬如其中一個叫李小姐 他發覺 他報告自己這樣的情況下 他發覺 咦 他上網看 好像為什麼有這麼多家屋 和他一模一樣樣的 因為這個也是 凡生做這些 當然盡量希望安排一個職 訂一樣的傢俬 就是有這麼便宜的 那麼便宜的 就是你的茶几 我們茶几600元應該覺得很便宜 上大陸看 哇 這100元 原來那個茶几竟有人在淘寶 說我訂大批 給你了 好不好 為什麼呢 譬如我做這樣的串串房 我18個這些單位 一模一樣的裝修 喂 18個啊 最便宜的60元那個老闆 喂 18個啊 請問你30元你真的不用 為了搶生意 30元就30元 30元的 你又要有這樣的質量 就隨便宜找些膠水 或者充滿了及存的 不知什麼的原材料來做 大家想像到 這個李靖 其中一個客人 他發覺 咦 原來這間是我的房子來的 為什麼會有人拍到的 那當然不是你的房子 有幾十間房子都是這樣的 你是想像不到的 因為大陸 尤其是現在經常說過量的生產 產能過程 我們不要說什麼生產 其實從來都是這樣的 我們有時看這三副鞋物都是這樣的 一條褲子都是5元 我買布也不行 你不要理他 但是呢 因為他這麼便宜的時候 他堅持這樣的房子 已經超過甲船了 他也不通風 本來呢 如果你這樣超出 然後我們裝修都會打開 都不要說你會不會生癌 或者會不會令你不舒服 你裝修完 打開通爽 通了兩天 其實浸秘就沒有了 至少聞下去不知道 你聞不到的我不管 結果呢 其實呢 就出現了很多這些問題 包括不舒服 甚至乎呢 看來好不幸 有些人就會 跟業主去申訴 甚至乎找一些中間人來 即是那些公正人來 看看他的甲船是否超標 好的 業主買你那一套 就可以了 讓你退租或者看你怎麼換那些傢伙 不買你的 他又撒你暗金 大家罵得很不愉快 所以大家就知道什麼叫串串房 現在就是深圳 就出現了很多的 他們怎樣呢 其實原來最總要做 就是二房東去做 即是你給我呢 如果我沒有工作 我一定會工作 在香港我都不是沒有做過 我們為什麼說 經濟發展 因為經濟發展 我們買便宜的也好 我們不需要去到這麼劣質 因為我們始終有一個架 這也是社會的實力表現 喂 沒什麼事 我撒你了沒有 現在我講一講 我跟大家講 那時候我們做了一間化妝樓 譬如河畔花園 大家可能會知道河畔花園 很小 二百多齊 現在講到四五年前 我們四五皮東西可以做一間的 你們是不是很難想像 你進來 當然不會說全部換身就好 什麼叫裝修呢 我再講一遍給大家 就是把好看的東西 遮住不太好看的東西 就是裝修 那我整間河畔花園 我整層都這樣做 你說多容易呢 槍是抹的 不用換的 鋁槍 清理好 鋪在地板幾千元 還有長身幾千元 接著廁所有一些 突出的 以前那些舊式的洗手盆 扔過去 換一個城座 那些大陸下來的兩頭水 那些洗手盆 過馬桶換了 那時候四五塊 三四塊 甚至寬 你成早夜這樣 那時候掛兩盞燈 你有沒有看 懶人嶺 這裡掛幅畫 你有沒有看 蒙羅麗莎 你進來 你有沒有看見 很溫馨 然後去Ikea買斬 89元 不知道什麼燈下來 一射到複牆 一條條山出來 很溫馨 是呀 地方就小一點 黃先生黃太 小夫妻上車 我當年和我老婆都是這樣 現在你看出去 那裡是不是成門河 那裡是成門河 那裡是成門河 剛才你轉過來 伸出一點 小心不要再上街 28樓這裡 你伸出一點 你們轉過去 是不是有少少少少少的門河 對呀 這裡風水就一流 望出面 沙田馬場 真是一本難求 現在 地方就小一點 但你兩夫妻 到時有個小朋友 還可以放在這裡 說真的 有人一家四口 哪有住這些地方 這本真是適合你們 樓層就夠高 是嗎 會不會有什麼 你以為 很多客人 我們經驗說 那些花枕樓 沒有用的 你爛屋也不要緊 你便宜一點給我 我自己弄 就是這樣說 最後都是買多個間 雖然買回來 他也是打過 他買回來 打過就很適合 整個 他買回來 他這麼新製 不打過就大顆 但香港的大顆顆 都叫做 批檔的 沒那麼好 就未至於這些寸寸房 全部都是超標的 對人體的皮膚 腌喉 呼吸道 肺部 中鼠神經 都會造成傷害嚴重的 沒有欺負癌症 香港是完全禁止的 一超標 真的全部不能禁止的 好了 但是 一定是這樣 你身身正正 你見到 這麼禁止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做這些 以前 大家可能覺得我們是一個 無良商人 但我一生一說起 我就很開心 買一間村屋回來 那些300呎的村屋 又有一個天棒仔 怎樣把村屋去設計 上面的天棒仔 怎樣鋪一些東西 我剛才看過貨場 怎樣鋪一些戶外木出來 然後訂過在淘寶 那時候不是淘寶 在大陸 訂過那些什麼艇 雖然地方是小一點 350呎 一上到天棒 嘩 有一個泰式庭園在這裏 或者日式 然後有一條 有一個轉轉的 日本那些 下面有一條 蘭糕金魚 游來游去 你看 全都穿了 但是馬先生 這些村屋做不做到安潔 當然做了 我們給你股價 我們自己股價 我們自己股價 只要跟你說 業主開價130萬 但股價股價150多萬 我也不覺得 跟業主股價不太害怕 你不要跟他們說 快點下票 試試跟你談 便宜幾萬 你想一下 你120萬買什麼樓 現在這個 三樓 連上天牌 就說350呎 其實住了700呎 上面 這些叫做優質生活 小橋流水 你買2000萬樓 老樓都沒有這麼好的環境 有時候 星期日和朋友來吃東西 等等等等 嘩 全都穿了 真的很開心 下面就和他化妝 我最多這些東西 這裏整個窗簾 遮住那些 有些噁心的東西 其實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就不會說 你倒閉 好了 我們不要說這麼多 都是要說 買樓 你說香港好還是買樓好 我經常和大家說 香港樓我一定不買住 大陸樓呢 就不買 只是租 我和大家說租 發佈交場 就租 你有沒有發佈交場 都說得出來 你有沒有可能的事 又不是第一次這些新聞 那些真的不可能的事 那些還不是稀的地方 那些不是稀的地方 那些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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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真的招了頭 好了 發佈交這些錢 我都不明白 我真的不想明白 好了 我們看一下 香港 嘩 真是暢水香港 我先不要說 那些二手 越砍越有 就是半身盤 半身盤 搞到那些二手 老實說 我一向都說的 大家真的要 不要識貨餘金 笑著去賣 蝕也好 笑著去賣 是吧 看一下什麼事先 元朗半身盤 我就不知道這個是哪一個 遵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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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層A77 實用面積291呎 一房 291呎一房 如果291呎開房式會好些 業主550萬放盤 他真是夠強 最後一批多少 550萬 勁批250萬 減300萬 真是收300萬 減幅45.5% 業主在2019年6月 咦 剛剛 運動開始 499萬8 向發展商賣入單位 499萬8去賣 500萬 賺2千元 你都不給人家賺 還以為人家賺199萬8 好耶 算了洗 算了利息 真是虧了 但是呢 我跟這個業主說 笑著 這單單很快賣不到300萬 我就敢說 291呎 另外 加州豪苑 夢尼卡敬 我真是熟得不得熟 張偉健好像有賣在這裏 實用面積1389呎 三房間隔 又花園 我真是不喜歡 地點又不好 樓屋死人 成哥那些 很快 很霉 加州豪苑 是啊 很霉 加州豪苑 是啊 感覺上很霉 好霉 早在去年三月放盤 好了 累減422萬 即是兩成半 1248萬 售出 尺隔8900元 好了 要追溯到低於9000元 追溯就是2017年 當時又是聖地牙哥 敬商號 屋子尺價8754元轉售 這樣都 如果1200多萬 買一間屋仔 我真是地點我不喜歡 太不提 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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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張開澳日出康城 879呎 這個算是輸得少 減40萬而已 一手價買入1370萬 現在 1140萬 那倒是輸230萬 喂 天出康城 Lp10區 何時買入 2021年 2021年買入都要 扯200多萬 現在連起費300萬 2021年買入 好了 另外 另外 你挺得住 太古城 太古城 兩房單位 825萬 連租約賣出 尺價14200萬 但是 資料顯示 該座 一個中層 同質單位 2021年 做1000萬 現在跌了17.5% 那 麗湖居 就是教護餐廠 套衣房間價505萬 尺價8千元 都是貴 那 我也覺得是貴 我也覺得這些價錢是頂不了的 我用一件事來看 一 我不看公投 我不看私家樓的供應 我也不看人口 老實說 今天我看另一段新聞 題外話 你這個移民潮走過這麼多人 你要吸引很多其他人來香港 真是無可口匯的 你有沒有吸引人 希望去replace 我們那些行業的職位 結果原來你的政策 那些人不肯做事 都可以 不想什麼做都可以 那你希望他們 你有沒有來香港買樓 又不刺予期 甚至乎 他們只要拿一個 可以隨時容易 出入香港這樣的身份 甚至乎 你起碼真清一下 本地消費 混蛋 原來你有沒有 他們一樣可以回大陸 我們香港人 可能在星期六 星期五六日回去 他們一二三四五六日在上面 是有空下來香港 那你怎麼搞呢 是吧 因為你 心急 於是乎 那個政策 這些就是政策 出來的時候 你是吸引到那些人 是replace不到我們 本身的需要 而反而製造新問題 好了 老實說 我就不信特區政府 我做發展商而已 輸錢也要套陷 輸錢也要套陷 也要套陷 唉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總而言之 我留港L 我也很矛盾 我真的很想去黃山和雲南 快點去黃山和雲南 好 明天再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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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 訣